不同的疫情的阶段 不同的新冠发展的阶段 数据之间有抑制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就是说 怎么去弄这个 怎么去把这个抑制性给加进去 对吧 这个还是蛮难的一个问题 首先你要问什么抑制 什么样的抑制 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你才能把模型 建个模型 把这个 你就是说找出来的 或者确定出来的 这个意志把它抓住 因为模型就是去抓这个特征 如果你特征没有抓住 那你这模型也就 没什么用了 所以说你要问这个问题 不同的新冠阶段 有不同的抑制性 那么你认为 哪一种抑制性是最关键的 那你要能把那个东西找出来 那你的模型就相对的 要建立起来就把它抓到 那一旦抓到 那你 你的模型就就好了 对吧 你抓错了就麻烦 所以说你在这个 这个过程中一定要 比较好的考虑清楚 不同的决断 它的抑制性 哪些是最主要的矛盾 对吧 最主要的特征 你要把它搞定 这些特征 它的相应的数据 是什么样 或者它一些辅助性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 你把它搞定了以后 然后你再想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模型 怎么把它扩充 把这个抑制性 可以加进去 再把最经典的模型 给它进行一些 抑制化的一些特征上的 这种处理 然后你的模型就会 非常的灵敏 对这种抑制性 非常有高灵敏 那你的整个的 模型做出来的效果 就非常好了 对啊 我们是因为我讲了 我的模型里面 有个ETA ETA是一个调节参数 这个调节参数呢 实际上是用 昨天和今天的数据 进行一个校正 实际上就是对那个 模型进行调整以后呢 对一天的预测 它的那个预测 入差最小 当然呢 我们就是为了计算方便的 因为这个tuning嘛 调整的这个 这个是非常花计算时间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放太多的tuning parameter 在里面 对吧 那个所以我们也是偷懒了 就放了一个tuning parameter 我们认为那个是比较关键的 一个tuning parameter 因为你确实从距离来讲 很难说这个东西远还是近 所以说呢 当然就是我们想调整 你定义好一种距离的度量以后 你要看这个距离 对你整个的预测的贡献是多少 我们想通过那个东西来调整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那个 那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是需要调的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个 但其他地方也可以加了 我就说 比如说你说那个social distancing里面 就是社会隔离这块 你也可以加一个 所谓的调节参数来调节它 对吧 不同的东西 我估计可能也是会 调节出来不同的东西 这个但是就太复杂了 对 就是说 当然也就是偷懒了 实际上是应该做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 别人也没法做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想就是说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打一个框架 框架出来以后呢 大家看看有没有东西就是帮助我们改进 或者再加一些东西你认为是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进来 或者这个框架可以用到你的问题里面 去建一个新的模型 我觉得对啊 你建立起来这个预防资源 你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哪些县或者有些地区有更严重的这个疫情 那你当然需要就是说资源方面调配方面有一些东西 有些相应的政策 请问美国高速公路有没有每个县出入 说yes有 有 这个数据是完全有的 这个数据我们都有 这可以直接下载的 如果你想要这个数据跟我们联系 我们有这个数据 就是每条高速公路上的那个测流量 这是完全都有的 好的呀 宋老师 您辛苦了啊 现在在美国的时间应该是也是10点50吗 是的 是的 对 晚上10点50 还有这个正常的情况 我们是一个小时的 一个宣讲啊 虽然我们今天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啊 感谢宋老师啊 感谢徐克老师 谢谢你们 我再次抱歉 不好意思 对 我把时间搞错了 您的状态